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家新的一期啊 开箱视频啊 然后这个包裹呢 是群里一个这个 呃 小伙伴啊 送给我的啊 姓曲 我刚才看那个单号上已经了 呃 这个微信名字呢 我一会儿给他放在片头这个饺子上吧啊 这个 呃 因为我 忘记 忘记他这个微信姓名啊 很抱歉 然后现在我们来打开啊 这个呢 是他退坑啊 然后这些蜘蛛呢 这个直接全都送给大梁了啊 然后 我们现在打开看看有些什么啊 这些蜘蛛呢 在这里我也会好好对他进行一件饲养的啊 然后 物品取 取立鹏啊 就取啊 取立鹏 这位小伙伴啊 非常感谢 哎 还还 居然还有这种懒收卡 这个大梁 就是这个叫什么 安全验试卡 在大梁那儿就没有 这个 因为我们那儿从来不开箱验试啊 我都是直接打包好 就给这个 快递那儿送啊 快递呢 就收走就可以 好 首先是盒子啊 这些盒子 呃 C8 啊 在这里 看到了 这个啊 里边呢 还有一些低管啊 镊子呀 还有这个 图啊 我们先不看 好 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些啊 这里面呢 有一只小这个 小油彩啊 他上面标注了 容易暴走 小油彩呢 确实跑得很快啊 然后 我们一会儿再拆开 这里呢 还有几只小蜘蛛啊 我们现在 拿出来看一看 这是一只 红角吧 红角还是火角啊 墨西哥的 好 这个里边呢 看不到啊 这个也看不到啊 一会儿我们来打开看啊 C8 这个是C8啊 容易暴走 呃 这个也看不到 好了 我们现在呢 从这只油彩开始打开啊 看一看 这个打包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打包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鞋家伙撞来应该可以 我感觉腰抱走了 我说什么来着 我都猜到了 因为我的手机没有电了 所以看起来黑漆漆的 黑漆漆的 我的老实了 实际上我手机呢没有电了 然后没法开这个省光灯 现在就是你们看到它最原始的颜色 在正常光的颜色 这个光线下的颜色 就是这种蓝蓝的 好先下去 一会儿我给你找个屋 哎呦呦呦掉下去 好这个小家伙呢 呃油彩啊粉红纸是又叫马这个马提尼克 到我分支啊 这个是一个呃以前是这个AV属的 现在呢已经被移移到这个CAR属 这应该是一只小的火脚啊 墨西哥火脚 墨西哥呢盛产这种啊 就是红颜色特别醒目颜色的这种火鸟珠 啊像墨西哥红西头啊火气头啊 你看这个火脚啊红脚啊啊这些都是啊 非常棒啊状态也不错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这一只火玫瑰啊很大 火玫瑰呢前几年比较多啊 然后呃再不对前几年是比较少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在一几年 一六年还是一七年啊 这个品种呢禁止从质地啊进行出口啊 所以说它的数量在国内是瞬间猛减 之前在我刚刚入坑的时候 这个品种在国内是不值钱的 特别不值钱 然后有一有一阵子呢 这个它的价格就开始啊 奔向了天价啊 先然后成体的这个母呢和公呢 都是这个有市无价啊 都是找不到的 红玫瑰呢也是如此 不过近两年呢 这个经过人工的繁殖啊 这个成长啊 已经让他们回春了 这个价格呢也是在往下降 这个也是一个 这应该是个墨西哥宏伟啊 墨西哥宏伟啊 啊这个光线不足啊 可能大家看出来就黑漆漆的一个小蜘蛛 C8啊 C8呢很多人都觉得很毒啊 什么的 然后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新手来饲养的 只要你不守欠啊 这个 呃 C8这个品种呢非常好养 一般是养不死的 很难养死 而且它的成长速度又很快啊 这个C8呢要变着成绩的话 果然呢写着爱爆走的这几只速度真的蛮快的 C8啊 呃C8是它的简条 它的全名叫非洲城巴布啊 一个耐干旱的品种 呃怎么饲养都可以啊 它是不容易死掉的 哇这只 红杜拉斯卷毛啊 红杜拉斯卷毛 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种 现在呢 呃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店铺呢 卖这种猪猪全都是9块9包邮啊 非常的不错 啊 这个所有的骨鸟猪呢 都是存活的 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小伙伴啊 那个愿意把这些小家伙们送到我这里来啊 然后呃 这些小家伙呢 一会儿我去给它找盒子啊 然后收拾好 呃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也就是这么多了啊 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播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